白化佛法 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罗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听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8年3月31号 星期六农历是2月15 我是我们伟大的佛陀的涅槃日 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 那么十几分钟给大家讲一点白化佛法 今天跟大家讲 因为昨天晚上给弟子们开始的时候 讲到我们说这个讲到在这个五足恶事 怎么样来对应自己的三法印 诸心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己心 那么这三句话呢实际上呢 就是小乘佛教的解脱的真谛了 实际上过去讲的就叫小乘的解脱道 圣文菩萨了 大乘菩提道了 也是因为在小乘的解脱道道上 才能会呈上呈现出无上菩提的 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 佛菩提道 佛菩提道呢就是我们要走在佛的道路上 用佛的智慧 在诸佛的净土上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呢 这个福德深厚 诸心无常呢 我们说在这个世界 有色世界当中啊 色受想行尸啊 无运当中呢 不管你什么样的行为 虽然这个什么样的行为都能 修种种的福报 但是最后呢都规矩为 坏和灭 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长久的 所以用佛法界讲叫恒常的 恒常不灭的 所以诸心无常 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长久的 所以就像我们人生一样 生生不息啊 死了再投胎 投胎之后又死了 就是人头人呢 生息不灭的 会在这个下一次的人生当中呢 再继续投胜做人 然后呢再延续经世的 没有报完的那个苦 苦疾啊 灭到 苦疾 所以这就是本身就是苦啊 所以人呢 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呢 这个无常啊 诸心无常啊 那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一切都是无常的 因为人生有八苦嘛 这些八苦都是比较 现实的 让人感受到自己真正的 这个内心的痛苦 那么诸法无我呢 实际上在一切法中啊 没有一个真实不坏的我 因为连我 这个我字本身就是夜报所知的 那么只要有这个我字 你本身就有生灭法在里面 这我就是没有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 哎呀 这个世界有我 到了最后 你到哪里去呢 一个小床 最后换了一个小盒子 人的这个我字 实际上没有必要去执着我像 因为他是 他是永远没有知觉觉知的 但是呢 人的心 把心有 这个这个 有觉知 那么就是我们说 这个我字已经是脱离了肉体的 是精神界的 是 灵魂界的 他是常住不坏的 乃至到下意识的 但是呢 在整个这个世界当中 你在哪里呢 就是说 如果按照人 这个精神来讲 你可以说 你的确是不能接触 所有的人间的 法界的任何东西的 所以诸法无我 涅槃基金呢 你已经知道了 一切法是虚妄不实的 你也知道了这个世界 是 无边无量 生死不息的 那么等到 你能够灭尽一切法 也就是说 五蕴呢 你能够灭度五蕴呢 十二处了 十八戒呢 你再也不会来到这个世界 那你也就灭尽了一切苦 也就是说 当你的境界已经超脱了 人间的 五蕴呢 十二处十八戒 那你实际上已经是涅槃基金了 也就是说 真正的解脱 真正的解脱 完全明白的解脱 它不会有来世的 才叫涅槃基金 很多人以为呢 死了就是解脱了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修成解脱到 就像很多人在人间很苦 他就想到死了 实际上这个死对他来讲 是造成他更痛苦的因 所以 我们真的要解脱的话 因为我们要懂得 这个 所有的一切 它都是 我们说 都会灭度的 当你懂得人间的一切 都会灭度的 你才会涅槃 涅槃的意思就是 你不会真正的死亡 你的死只是 断灭了你的 在人间的一切法 和你的 肉身的苦 但是你的心境 你的知觉 你的本性 你的德能 全部住于涅槃当中 所以罗汉菩萨经常能 知道自己住于涅槃 那有的罗汉呢 他也知道自己 是生死 不是涅槃 所以涅槃 也 是不是真正的断灭呢 实际上涅槃中 也不是完全断灭 因为解脱 并不是断灭 激进 涅槃激进 就是说 真正的觉悟的解脱 而明白的道理了 之后 他才会 懂得 真正的解脱法 是完全超越 完全超越 所以很多人 在人间 都不知道 到底是 诸法无我是说什么 实际上要说得深一点 就是一切有为 无为的诸法当中 就是没有我的实体的 没有我的实体 你说诸心无常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 因为佛法讲 都不注意 生住一灭当中 过去有的 现在没有了 现在有的 将来也会灭掉 所以他就是诸心无常 诸法无我 没有我的实体的 哪有我 在这个 一切有为 无为的 法中 没有我的实体 涅槃激进 今天正好是我们 佛陀涅槃日 也就是说你的 精神上 已经灭除了一切 生死的痛苦 已经非常的 用现在话讲 叫心安理得 什么都明白道理的话 人不会痛苦 涅槃 就是一种寂静 不是一种死亡 不是一种好像断灭 没有了 而是一种境界的提升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 人家在吵架 你不跟着别人争吵 因为你看穿了 这个吵是没意思的 还会再 再寂静 所以他就不讲话了 他就非常寂静 而寂灭 就是他已经非常明白 所有的一切真谛了 所以他不会去跟 现实生活当中 跟一种虚幻 在虚幻当中去争吵 去赢得一些 自以为的是真理的东西 这就是人 为什么要解脱 人为什么要懂得 这个三法因 好 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